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法新社最新的报道说 中共落马的官员亲属通常都被迫保持沉默 因此 Grace Moon直言不讳的为自己和丈夫维权是没有先例的 无疑会使中国政府极为尴尬 我想中共当局一定会后悔 他们没有先把孟宏伟的妻子诱骗回国扣押起来 现在 由于Grace Moon的报警 孟宏伟事件 已经成为中共的又一个国际丑闻 值得关注的是 在这短短的十几天时间里 已经有法国国际邮报 英国广播公司BBC 美联社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等多个重量级的国际媒体 采访了孟宏伟的妻子Grace Moon 这显示出国际社会对孟宏伟事件的高度关注 以及这些媒体对孟宏伟的妻子抱以厚望 而Grace Moon的表现也很不简单 这些大媒体连续的采访Grace Moon 这背后的含义就是 他们相信孟宏伟的妻子一定知道很多秘密 而这一点肯定也会让中共当局坐立不安 根据媒体的报道 孟宏伟的妻子Grace Moon 曾经受到过中共当局的威胁和恫吓 目前处在法国警方的保护之下 Grace Moon对媒体表示 在他报警的两天前 他的车子突然出现问题 被送去修理 在他报警的当日 他的几只手机均没有了信号 除了直接的威胁之外 在孟宏伟的妻子 公开接受媒体的采访之后 网上有一个不见经传的媒体 突然曝光了不少 涉及孟宏伟妻子的私人信息 抹黑污名化孟宏伟妻子的意图 极为明显 目的显然是想强化中共当局 调查孟宏伟的正当性 同时降低孟宏伟妻子言行的可信度 只不过 中共当局这种藏头落尾的做法 并没有能够影响 外界对孟宏伟和她妻子的关注 随着时间的推移 Grace Moon对她丈夫孟宏伟的安危 越来越担心 心情也越来越沉重 Grace Moon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VBC专访时说 不能确定她丈夫还活着 这说明Grace Moon认为 她丈夫有生命危险 这当然会让她更加焦虑和愤怒 最直接的表现就是 在媒体的采访中 孟宏伟的妻子对中共当局的指责 越来越严厉 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 孟宏伟的妻子抨击中共当局 残忍 肮脏和愚蠢 什么都做得出来 没有底线 对所有的中国人都一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孟宏伟的妻子公开指控 中共公安部国际合作局局长 廖进荣 对她丈夫执行了政治迫害 Grace Moon说 在她向法国警方报警的当天 国际刑警组织询问廖进荣 是否知道孟宏伟的下落 结果廖进荣回答 孟先生应该是在中国 过国庆假期 廖进荣还反问 国际刑警组织的人员 现在有多少人知道 孟先生失踪的事 Grace Moon还说 现在廖进荣还在暗处 应该由我来把他扮演的角色 曝光出来 阻止他对我先生实施不利的行为 从这个报道我们可以知道 在孟宏伟的妻子报警后 中共当局还在欺骗国际刑警组织 可以肯定这绝对不可能 只是国际合作局局长廖进荣一个人的事情 应该是中共最高层的旨意 此事充分显示出 中共当局免是国际法 粗野愚蠢的本性 但是在孟宏伟被中共当局秘密抓捕的事情上 廖进荣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分析的问题 尤其是孟宏伟的妻子直接点名指控廖进荣 对他丈夫执行政治迫害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在网上可以看到 有些人似乎对孟宏伟的妻子指控廖进荣 很不以为人 他们认为一个局长迫害副部长有点不合逻辑 其实在中国职权的大小 有时候和官位并不直接一致 而是和此人的背景有关 出现局长整副部长的事情也并不令人奇怪 局长想升官 就得想办法扳倒副部长腾出位子来 当然 真正能扳倒副部长还得需要部长政法委书记的支持 无论如何 从官场的逻辑来分析 说廖进荣执行了对孟宏伟的政治迫害 并没有什么荒谬的地方 只是这个廖进荣是否迫害了孟宏伟这件事情本身 可能还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而Grace Meng为什么单单指控这个局长 这件事情似乎更加重要 更值得分析 从网上找到的廖进荣的简历来看 他可能在2010年就成为了公安部国际合作局的局长 最迟也在2013年就担任了国际合作局长这个职务 从这一点来分析 廖进荣肯定是这些年来公安部系统内和孟宏伟打交道最多的人 也应该是孟宏伟的妻子在公安部系统内最熟悉的人 对于Grace Meng指控廖进荣执行了对他丈夫的政治迫害这件事情 外界知道的信息还非常有限 但是可以推测 你点名公安部合作局的局长 而不是公安部长 政法委书记等人 这件事情应该理解为 他并不是只是针对廖进荣个人 而是Grace Meng想借此给中共当局一个警告的信号 同时仅仅点名廖进荣 这也显示Grace Meng还留有余地 今后可能还会有对更高层更强烈的指控 孟宏伟为什么突然被中共当局扣押 至今还是一个谜 不少人想当然的认为 最高当局一定有非常不得已的理由 才会冒着被国际社会谴责的风险来抓捕孟宏伟 甚至有人推测孟宏伟参与了政变之类的阴谋 事实上 自从习近平开始大规模进行政治清洗以来 类似这种传言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 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 几乎每个被当局拿下的高官都被传言参与了政变 从客观效果上来讲 这种政变的传言 很有可能会成为替习近平进行政治清洗 做辩护的说辞 从过去的很多 造政治清洗的事例来看 政变之类的说法 基本上都是无极之谈 我们知道 国际刑警组织正式询问孟宏伟的下落之后 中共当局居然还欺骗说 孟宏伟正在度假 仅仅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中共当局扣押孟宏伟的行动 他的随意性 假如孟宏伟真的涉及重大事件 中共当局绝对不会如此草率处置 实际上拿下一个不级官员 中共高层根本就没有太在意 并不是中共当局不惜要冒着国际风险来抓捕孟宏伟 很可能是中共当局根本就没有想到 孟宏伟的妻子敢于向法国警方报警 让此事成为了国际事件 对于孟宏伟个人来讲 他不可能被自己走脉城的命运一无所知 只是孟宏伟可能恰恰是被自己担任的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主席这个职务给麻痹了 他真的把他当做了护身符 孟宏伟大概没想到最高当局会如此荒唐如此愚蠢 没有做任何铺垫 直接就把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给扣押了 孟宏伟敢于回国 应该说明他自认自己没有什么大问题 假如孟宏伟真的介入了针对中共最高当局的某些阴谋 那稍有风黑草动 他第一个选择就是脱离中共的控制 对此他有极大的便利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 在孟宏伟失去自由之后 外界披露的孟宏伟的派系背景 据说孟宏伟在进入公安部之前 最后一个职位是乔石办公室主任 也就是乔石的秘书 乔石在江泽民时期 曾经担任过政治局常委 并且负责政法体系 也就是说孟宏伟的升迁 可能和乔石有关 可以肯定至少在公安部高层内 大家应该知道孟宏伟和乔石的关系 当局在孟宏伟的问题上 特意说要肃清周永康的余毒 应该是想告诉外界扣押孟宏伟的正当性 孟宏伟的妻子说 在中国自己和丈夫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 实际上是否认孟宏伟的升迁和周永康有关 可以想象 中共当局肯定也在通过孟宏伟妻子的言行来研判 他到底知道多少中共当局的秘密 众多的国际媒体对孟宏伟妻子的采访和报道 无疑会给中共当局一定的压力 中共当局也一定会想办法阻止 克里斯孟接受外媒的采访 在10月16日法国国际邮报的采访中 克里斯孟告诉外界 中共驻法使馆联系他说 他丈夫给他写了封信 我告诉他们 自己想在旁边有人做见证的情况下 领取这封信 从此他再也没有收到中共大使馆的消息 显然在这件事情上 孟宏伟妻子的表现非常的谨慎 让中共当局无机可乘 可以猜测 那封孟宏伟的信 肯定是按照中共当局的要求来写的 无非是劝阻克里斯孟 只是中共的大使看到克里斯孟的这个态度 大概只好放弃了 从这一段时间来看 孟宏伟妻子的表现很不简单 他没有面对威胁而沉默 他没有顾虑个人的安危而放弃努力 正是由于他的勇敢和无畏 才让孟宏伟事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才让国际社会又一次注意到中共当局的无法无天 克里斯孟抨击中共当局的手段 残忍 肮脏和愚蠢 什么都做得出来 没有底线 对所有的中国人都一样 我们不能把克里斯孟的这段话 简单的看作是对中共当局的批判 这对话既表达了孟宏伟妻子对中共当局的愤慨 但是他还意味着 克里斯孟他知道某些内幕消息 知道一些中共当局残忍肮脏的具体视力 克里斯孟对外界说 不能确定他丈夫还活着 这种担心显然是基于他对以往中共当局行为规律的认识 或许这意味着克里斯孟知道 他丈夫掌握了不少中共高层的秘密 因而担心他丈夫被中共当局灭口 我们现在还无法断定 孟宏伟此前是否有意搜集过中共高层那些不敢见人的秘密 但是仅仅是从孟宏伟工作的静止来判断 也可以想象孟宏伟一定知道不少类似的事情 不排除为了在危机情况下保全性命 孟宏伟在海外留下了一些重要的资料 法国的国际邮报在对孟宏伟的妻子采访中问道 习近平要求绝对忠诚 这个要求是否对孟宏伟造成了问题 克里斯孟表示 我们绝对忠于我们的祖国 克里斯孟的这个表态颇有点意味深长 孟宏伟的妻子独自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 压力一定会很大 他们的孩子可能也已经意识到了家里出了什么问题 克里斯孟说 孩子们问了三天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听爸爸的声音 克里斯孟告诉媒体 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站出来 不希望其他的妻子孩子像我们一样 俗话说 词能生勇 为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克里斯孟估计也不会轻易放弃 毫无疑问 孟宏伟的妻子站出来反抗 是源于他个人的遭遇 但是孟宏伟的妻子一旦站出来 他挑战的就不单单是中共内部的某一个人 而是挑战了整个中共统治集团 孟宏伟妻子向国际社会揭露了中共这个不人道的制度 对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现状有极大的意义 就这一点来说 无论此前孟宏伟的妻子如何 她今天的举动都应该得到肯定和支持 尤其是孟宏伟妻子 她的作为一定会给其他对中共当局不满的高官以启发 可能会让更多的人站出来揭露中共的邪恶统治 孟宏伟事件会如何发展 孟宏伟的妻子究竟能走多远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 但是孟宏伟妻子目前的表现 实际上已经压缩了中共当局的操作空间 如果中共当局肆意妄为 孟宏伟的妻子很可能会放手一搏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明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